大家好,我上次提到的蔬果汁怎么去做 我有时候没有特别去强调大家要喝蔬果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很多会建议大家去吃蔬果汁 都是因为你身体已经是有病了 尤其像得了癌症的病人 那我们认为偏向于有这样子的一个蔬菜水果 这样的维生素、营养素甚至纤维 会对你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癌症 或者是肿瘤的体质是有帮忙的 如果说是这个已经得了癌症的病人 我相信你去寻求这些网络上的知识也好 或者是这个我们一般的所谓的自然疗法的 这样的方法也好 都会提到一个所谓的蔬果汁疗法 或者是排毒疗法 都会提到你怎么样去调配这样的一个蔬果汁 来调整你的属于这个癌症的一个体质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不是特殊的状况 一般人并不是很喜欢就是说 用这样子的蔬果汁的方式去补充你日常生活的营养 因为我们总觉得你一个一个水果切在那个地方 然后蔬菜可以用不同的一个调理方式 你会比较多样化 那你在这个饮食的这个不管今天是属于视觉也好 或者味觉也好 这种多样化的处理 你会觉得是比较喜欢 或者是一般比较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那如果说你要变成一个蔬果汁的方式 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在去处理我身体的病 或者一个特殊的状况的时候才会去处理 而且你要去把一个蔬果汁要调理得很好 如果大家有去看过网路上的这些教导大家做蔬果汁也好 或者说去看到这些所谓的排毒疗法 自然疗法 他们要处理的过程 你就会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这也就是我平常的时候并没有很鼓励大家 说一定要去用蔬果汁的方式去做的原因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饮食习惯不一样 工作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要去处理这个蔬果汁的确要根据个人的方式去做 我就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把它整理了一下 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方式去做的 是不是适合大家 如果你们个人有个人的一个需要 或根据不同的你的目的性 或者说根据你个人身体的状况 那你要怎么去调这些蔬果汁 也可以来我们诊所去做一个个人的一个咨询 对大家的帮忙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做预防医学其实真正来讲的话 其实强调也是个人化 不管今天是做什么样的疗程 或者做什么样的一个保养 其实个人化是很重要的 个人的变化都不太一样 你来自于不同的基因 不同的父母 不同的生活环境 不同的饮食习惯 跟不同的生活习惯 你本来所造成现在身体的状况 跟你未来会得哪些病 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你要去处理这个身体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个别性就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在蔬果汁的这个调理方面来讲的话 当然也有很强个人性的问题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 我就会把我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跟我认为 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 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 或什么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首先呢 如果说我们要去做一个这样的蔬果汁 我是觉得有几个心态的准备 其实需要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觉得你需要用这种方式 是一个要去调整你的体质 或者说你要去有某种的特别的这个目的性 譬如说我今天我就觉得我的营养素摄取是不够的 或者我要改善我们分身体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要有一个长期的预取应用 你才能看到一定的效果 所谓的长期 我会认为包括我们的所有这些保养的疗程 我都会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客人分享 就是说你基本上所有的保养的疗程 要去调整一个体质的时候呢 你最少都要做三个月到半年 你愿意持续做三个月到半年 才知道说你这样子的一个保养的疗程 对你的身体的改善是什么 才可以去评估它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去喝一个这样子的蔬果汁 你如果要开始做的时候呢 你也必须要这样子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我愿意去持续三个月到半年 甚至一年的时间我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再开始会比较好 我说做任何的事情 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事情 或者是一个决定性比较强的事情 慎死是最重要的 就开始你可以仔细的想得很清楚 失利比较周到一点 很慎重的开始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很冲动的开始 一般我们做预防医学保养的人 我都不希望他很冲动的就去做这个事情 我讲慎死我们才能够慎重 这个部分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不是只有我处理我们身体的疾病的问题 任何事情你决定去做了 你最好要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去做 你本来如果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很快乐的去做 那即使你不是可以有那种情绪 心中很快乐 那至少我会劝于大家 就是说你最好用一个平静的心情去做 不要带有任何负面的思想或者是情绪 当我们要去做这个蔬果汁的时候 自己营用蔬果汁 我想最少超过15年以上的时间 那当然我做这个蔬果汁 基本上有我个人这个改善体质的这个目的 那首先呢 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 我也要建议大家就是说 你最好是在地的当季的 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跟这整个地方的环境去做一个结合 那当然当季的 你一定是适合这个土地生长的这些植物 或者是蔬菜 你要去做选择有机的当时很好 但是如果真的纯粹很严谨的这个有机的条件 其实台湾是不太容易做到很纯有机的 如果说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来源 很信任它 因为我们要验证是很困难的 那当然能够去选择有机的当然也是最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别性 所谓的个别性就是你有个人的好恶 个人的主观性 那当然你可以学说 你喜欢吃哪一类的 如果说你真的是心理障碍很大 那个东西你不是很喜欢的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列出来 不管今天是你有偏好也好 厌恶也好 当然从我做一个医生的角度 我会劝大家就是说 尽量把这样子一个偏见把它拿开 能够很平静地去接受不同的东西 那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改善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你要把 必要性的可以把它列出 比如说你就是非常非常强调口味 如果说这个口味并不是很好 你不容易去饮下去 你觉得是要希望说能够再享受一点 那当然我说过 真的可以学到很好的蜂蜜 那你加蜂蜜去增加它的甜度 增加它的口感 基本上你只要不是去放糖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一般来我们准备蔬果之后 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们很难去选择说都是属于热性 良性 我们很难去区别的时候 如果你怕这个蔬果子是比较含良性的 我必要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基本上就会把这个酱 每天一个酱把它加进去 大概酱大概就是两公分左右 一节的酱我就把它打进去 那另外就是说 你要附加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果汁里面 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所谓的偷懒 大家都知道说你要打一杯四五百细细的果汁 说老实话是非常非常难准备的 我的经验里面你要打一个蔬果汁 你准备一千细细 基本上应该是最好最少的量 还好就是说因为我准备蔬果汁本来 我想说反正家里两个人只有跟我太太而已 一千细细算是稍微好一点准备的 有时候你喝的时间会不一样 那你有些东西 你在喝蔬果汁的时候 你觉得说有些东西 你可能要去配合进去 譬如说每天要吃益生菌 那我每天可能要吃绿枣菌 这个年纪我怕这个肌少症 那我可能要加一些这个蛋白 蛋白粉 或者说我要加这个维生素B群 甚至呢我想要每天要吃微量元素 但是呢我太太跟我吃的 可能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要准备另外的东西 要她跟蔬果汁一起配合吃 可能也比较麻烦 所以呢我就干脆 就把这些维生素B群的粉 或者这个绿藻钉 我全部都把它加在这个果汁一起打 那就你等于一杯喝下去 必要的也好 你附加的也好 你就可以一起把它服用进去了 那这是我在这个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进去 那也可以个人自己的需要 按照我刚按那个原则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它列出来 另外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现代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忙啦 如果说你要真的是要按照一般 我们所谓的营养师的饮食的标准 说时代的你要准备起来 基本上是比较麻烦的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要用利用蔬果汁 来去补充我每天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也好 或者是纤维素也好 我也是很想要去跟一般人很想要去享受一般的 譬如说今天我可是不是可以去吃点控肉啊 猪脚啊 或者是油炸的啊 有时候放纵去吃这些东西 我也想啊对吧 可是呢我也知道就是说 所谓的可以放纵的东西来讲的话 它并没有办法去提供我真正要改善我这个体质的营养 所以我才会想到说是用蔬果汁的方式呢 我是不是可以去在每天最短的时间内去补充到 我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维生素 维氧的矿物质甚至纤维素 我一杯我就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我不用去烦恼我这些营养素够不够 那如果说我不烦恼这个营养素够不够 其实剩下的其实只是热量的问题 这个我常常也去跟顾客分享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所需要的一定是基本的这些营养素要够 但是呢一般我们都会去注重说 我今天要吃多少的这些 准备多少的这些食物 我要多少蛋白质多少这些淀粉 那其实这都是热量 那这些有热量的东西不见得有足够的营养素去补充 我们有这样一个需要 或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备 要去准备一些蔬果汁的时候呢 这样一杯的蔬果汁可以每天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提供 你必要的这些营养素矿物质 甚至纤维素的时候呢 应该讲剩下的就是你要吃多少热量的问题 我们当在准备的时候呢 如果从某一个医生的建议 或甚至任何营养师的建议呢 一般如果蔬果的比率 当然是一般一般最好 那当然是每次会不一样 只要长时间的准备下来 其实有时候蔬菜多一点 有时候水果多一点 其实有时候你在每次准备的时候呢 当然会不会不同的比率 但长时间下来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蔬菜水果都有 各半就好了 那另外应该这样说吧 我们为了因为准备的时间短 所以呢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当然准备了 我可能冷冻的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很多的蔬菜 尤其是叶菜类是不能冷冻的 但是有一些根莖类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实体的 类似像说像花椰菜 大家也知道可以买到冷冻的 对吧 很多的蔬菜水果 只要不是叶菜类的 那基本上都是给冷冻的 相对来讲 你自己要去准备的时候呢 当然你也可以用冷冻 因为冷冻了 你可以一次准备 可能四五天的份 甚至呢 七八天的份 你都可以把它冷冻起来 用切块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呢 那当然就比较好去保存 那你每次要去做 做这个做蔬果汁的时候呢 你每次 每一种不同东西拿出来一部分 那你每一种都吃到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方便处理的东西来讲 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都买到 来源比较干净的 比较容易去处理的 那对你在做蔬果汁处理的时间 缩短了很多 当然新鲜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找方便处理的 会多一点会比较方便一点 第五个就是说 对我们身体的体质做改善 比如说像我 我会觉得我的胃跟肺是比较弱的 那我肺跟胃比较弱的 我就会选择比较偏保养胃的 比如说今天保养胃 我觉得像秋葵啦 像山药啦 它这个比较有粘稠性的东西 是可以保护保护胃的 所以呢这个部分 我选择的这个次数频率 就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而且它也蛮好处理的 因为你秋葵 你烫一下 你就可以储存一大部分 每次拿几条 放进去打就好了 那山药更简单 山药你买一条其实也很方便 那我每次就切一段 而且也不用冷冻 切一段它也可以生吃 那打进果汁 那基本上也增加它的这个粘稠性 可以保护我的胃 尤其是我们常常在喝蔬果汁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都还没有去吃早饭 那另外就是说 我说过我基本上是我的肺是比较弱的 肺比较弱 大家都知道肺属筋 那筋基本上来讲的话 白色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可以比较去调养它的 所以我白色的 白色的这样子的一个蔬果 我就会选择比较多一点 白色的尤其像 大家后面可以看到 我的列出来项目里面看 像百合是白色的 莲子是白色的 像苦瓜也是白色的 所以像白色的 我可能会偏好选择比较多一点 是针对我肺的部分 我去做准备的 那第六个部分 我刚才也讲过 就是说你有哪些东西 你特别需要去加进去的 像医生菌的粉 像V裙的粉 都觉得每天需要这些东西进去了 甚至我说过 以我们这个年纪来讲的话 我们的肌扫症 可能常常发生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加上一些蛋白粉进去 不管今天是加的乳清蛋白也好 还是胶原蛋白也好 因为我不太适合奶类制品了 所以我比较不会选择乳清的蛋白 我就会选择胶原蛋白把它加到 我的果汁的这个材料的准备里面去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个人这个材料的准备的时候 我个人讲了这几个比较大的原则 那你们个人讲要去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根据这几个原则去想 那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做 你才会知道就是说准备什么 刚好这次是疫情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在很忙碌的生活当中 你才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从预防学的角度 本来就教大家说 你怎么样从这个日常生活的角度 不管今天是生活习惯 运动习惯 饮食习惯 甚至你要选择什么样子的一个疗程 或者是方式去保养你的身体 那基本上还是需要去时间上的去验证 那有时候我们很忙碌的时候 你很难去按照我们所建议的 去做到一个很好 因为你没那么多时间去做 那刚好现在趁现在疫情的时间 你就要想说 洛商医师书里面有很多的教大家的一些方法 你可以试着去做 对不对 你可以试着做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试试看 那他有一些动作 你可以试着去做 你看看效果如何 尤其你刚开始做一定会不熟练 那现在正好时间多 其实说实话的 这些时间多你就要做了 那其实慢慢熟练 你就会觉得其实做起来是很轻松 就比较不会觉得那样子的一个障碍比较大一点 我们准备蔬果汁来讲的话 刚开始大家可能觉得很不习惯 或者是花的时间比较长 事实上只要做熟练 事实上基本上是很快的 而且几个原则把握住了 事实上准备蔬果汁的材料并没有困难 那你只是一个果汁机或者叫破壁机 把它打在一起 那只是什么东西丢进去 你自己可以去做调整而已 那事实上是很快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花一两个礼拜 甚至两三个月的时间 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你很难去抓到它的诀窍 跟符合你个人的可以长期的 可以去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 去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方法去做 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建议大家趁现在大家不能出门的时候 就赶快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那我本身来讲的话 当然我说过大家去看我下面这张列表 就知道说其实选择性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我不会去骗掉 我都会去试试看它的味道是什么 那当然挑我说过 就前面讲的一些目的性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尝试过 比如说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高散雪莲 基本上有 我就相信这些台湾这些在地是不错的 那既然没吃过 我为什么不去拿来尝试看看呢 所以大家才看到我的表里面 会有高散雪莲 会有什么百合 百合大家都知道就是一颗一颗 如果做莲就把皮削掉 切块 然后去蒸熟 然后就把它冷冻 那其实你百合 你也可以把它处理干净了以后呢 去蒸熟 它反正是一颗一颗的嘛 蒸熟了以后呢 我就放到米洞里面 那我每次都拿一颗出来去打 或者是我跟那个雪莲一样 因为雪莲看起来像番薯一样嘛 我也是像切块 每次都拿一块拿几块出来打 那事实上很多的水果像凤梨也可以去做冷冻 像这个很多的水果基本上也可以做冷冻的 那这个冷冻处理的时候 你每次拿几块出来 那多样化就有了 事实上我每天的这个蔬果汁呢 基本上大概最早都有12样以上的东西 每样每样每样多样化 那我就比较不会的偏好 那这是我个人的十几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蔬果汁 我太太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喝得很辛苦 她说有时候好吃有时候不好吃 她说没办法 因为我打了她也不打对不对 我就跟她说 事实上我是很药好的同事里面 都有四五个是得乳癌的 那得乳癌你就要切掉然后做化疗 然后他们现在也开始做蔬果汁 所以我就用这个相对的这个角度 跟大家去想做 你看他们现在开始做蔬果汁 吃蔬果汁 而且吃得很辛苦 你现在是没有这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一定要利用这个方式 来去预防你可能会有这个乳癌的这个体质呢 而且呢帮你打好了 你只是一个吸管 对不对 你两三分钟就把它吸完了 对吧 很快啊 对不对 你又不用想那些问题 对 你为什么要等到得病了以后再喝蔬果汁呢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常常是冷冻的东西 基本上是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我的做法就是说既然是冷冻的 虽然你有加的浆 可能因为太冰了 那太冰了其实我是建议就是说 大家可以时间够的话 其实应该花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口一口喝 那一口一口喝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口 你在口腔里面跟你唾液混合到 跟你体微一样的时候呢 你再把它吞食进去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唾液增加了这个这个蔬果汁 它的这个消化性 为什么肠胃病的人那么多 是因为我们吃东西太快了 吃东西太快的时候 其实唾液太少 对你的胃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唾液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酵素 所以呢 你利用这个冰的东西含在口里面 含久一点 让它唾液跟你混合久一点 事实上你等于把多一点的唾液 也跟着这样子的一个蔬果汁进去 那另外我知道很多人打蔬果汁 我只是喜欢把坚果 因为坚果有时候加进去 其实太浓稠了 太浓稠其实比这个米浆都还浓稠 所以呢 我会比较建议 若说你每天一定要吃一汤匙 两汤匙蔬果汁 像我 我一定是在喝蔬果汁之前呢 一汤匙 两汤匙的坚果 你用咀嚼的方式 咀嚼到很碎很碎 其实也增加了很多唾液 其实我们现在肠胃病的人很多 消化状况都不是很好 那其实就是你没有充满到 利用到你的唾液 所以坚果嚼得很细 因为我们细嚼慢咽 说老实话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难做到 那你趁这样子的 蔬果汁的机会前面 吃点坚果的话 那你就要把它嚼得很细 唾液多一点 然后你的蔬果汁是比较冰冷的 那你就含在口里面久一点 唾液多一点 跟体温一样的时候再吞进去 那事实上等于是加强了 你这个蔬果汁的效果 跟改善你肠胃道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 其实蔬果汁前面吃坚果 对不对 事实上坚果前面 基本上因为刚起床 刚起床的话 你的胃一定要做个调整 所以我已经让温水 我温水一定会喝个三四百细细的温水 先把胃清理一下 然后我第二道手细 我就会喝一些油 尤其像南瓜籽油 苦茶油 就会配合这个姜黄一起吃 所以我基本上我在喝蔬果汁之前 我就有喝的 我觉得我需要喝的油 跟姜黄一起混合 因为姜黄有油的话 它可以增加吸收的度 可以增加十倍到二十倍的 所以我姜黄跟南瓜籽油 或者是苦茶油 我就会一起去喝个一二十细细 所以我在喝蔬果汁之前 我自己个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如果说个人有这样需要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 去看看你在准备这个蔬果汁 喝蔬果汁的时候 你有哪些配套的东西 可以一起去进行的 那这是我在做这个蔬果汁的时候 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葬家